好了,歡迎大家又來到這個人類心理學研究所的節目 節目主持有我Jolie在這裡 當然嘉賓主持方面也有臨創心理學家廖家文Carmen在這裡 Carmen 你好 是,大家好 好了,一如既往,我們每一集背後的backdrop就是那一集的 topic 當然大家看標題吸引了進來 再看backdrop就會知道我們整集未來20至30分鐘會說什麼 當然大家看到這個是離境大堂 不是入境大堂 是什麼呢?說什麼呢? 未來的20分鐘、30分鐘最主要都會說說移民 當然啦,這個topic其實在近年有很多人說的 好了,我們未來就會說移民前的心理準備 或者心理的變化 當然有時間的話,我們看看會不會再說移民後的心理 或者總之跟移民有關的心理準備 好了,第一件事我們要先問Carmen 其實移民都已經說了,近年大家都會經常接觸到的話題 無論是一家人、朋友 基本上你很久沒有見到的朋友一約出來吃飯 就三句不買了,所謂的都會提到這個topic 好了,當然啦,網上、世界上也有很多人說 究竟移民是用過來人的身份 或者已經成功移民的人的身份 去分享一下,究竟什麼是移民 怎樣要移民,要有什麼準備 移民怎樣做shipping 怎樣運家具等等,等得很多的 但是相對上呢,除了資金之外 文件上,程序上的準備 但是呢,心理上其實都是一樣要準備的 究竟心理層面,移民有什麼心理要準備呢 嗯嗯,其實都有很多方面的東西的 如果就是首先籠統地說回 其實始終移民是一連串的過程 不是one off就做到,做了的東西 因為落地之後還有很多東西要兼顧 所以其實我想做一個心理準備 就是都要包括了解可能出現什麼的情緒反應 嗯,其實在整個過程 由去開始有個想法飆出來 我要去移民 接著去到離境大堂這一刻呢 中間其實是發生很多事情 很多的掙扎的嘛 就是譬如是有很多不捨得 很多事情要放低 那種的不捨 還有就是可能身邊很多家人 朋友 另一半 其實都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意見 那裡也都可能會掀起很多一些困擾的情緒 那未必是這麼容易 一時之間可以消化得了 那所以這個也都要預先 可能會遲了一段日子 是搞到大家頭都大 還有很多很多的疑問 很多的質疑 很多的反思 所以這個也都會在這個期間 是會很正常出現的 那真的要找人去談一下 好像剛才你說 有些可能已經是移了過去 那可能要去大家多些交流 問問他那個 那怎樣 因為剛才我聽Carmen說 一句很有一個感覺 就是你移民是不捨得 就是斷捨離 那大問題就是 那當然這個世界有失就有得 就是得失得失一齊 那大問題就是 喂 我未移民 就是我未去到那裡 我未不知道有些什麼 我正在面對一個未知的世界 但是我已經知道 我會沒有了些什麼 或者他有些東西 是叫什麼呢 未必是真的沒有的 但是他在他腦裡面 就是我經常都有一句口頭善 就是你想的東西 永遠最恐怖的東西 就是發生在你的腦裡 就是他舉個例子 就是我喝不到那杯茶酒 那怎麼辦呢 那不代表你的地方沒有茶酒 但是他總之永遠都覺得 沒有了 沒有了那些麻雀腳 沒有了那些茶酒 蛋撻 那些營養下的東西 都沒有了 都沒有說營養上的 那些心理上的 那些什麼制度 那些環境等等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整個的過程 除了你說剛才說的過程之外 有什麼實際上是要 就是心理上要準備一下 除了跟別人聊天之外 還有什麼呢 那講的那些不捨 其實是很難會說 一時之間就會沒有的 還有那些不捨 可能就是都會一世的 所以這個 都會回來的 是 所以那種不捨 也都是某程度 是因為我們很愛這個地方 很愛這裏的一些生活 所以我們會有這些不捨 那你說實際上還有些什麼 我們都要做 那真的很實際 很多事情是要分工的 那我見到有不少人 是真的要背負了整個家的 那些很多文件 一個人做完 一個人做完 那些搞Document 也是他 訂機票 找地方 跟著住屋的安排 全部都是一腳踢 那這些很容易令到我們會Burn Out 就是搞不定 所以真的真的要去 可能要List 低出來的 那些的Task是什麼 要找人幫忙的 尤其是一家大小的那些 那是 因為其實尷尬位又來了 我做不要緊 做完都不要緊 做完之後 為什麼你租過這樣的地方 為什麼你訂一個機位是這樣 很多事情會 咦 我很難去招呼 如果我一個人做完的話 那你就說 為什麼當初你不一起幫忙 那跟著就吵了 那當然 除了這件事之外 那當然 有些就說 哦 要講一下那個原因 其實反而是否這件事 都要自己搞清楚 你究竟你為什麼要移民 才是為了子女讀書 教育 醫療 你是不是要跟自己聊天 都是 有些研究去看回 就是我們說 怎樣去適應 怎樣幫自己去適應移民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我們要去清楚明白自己 那個移民的原因 就是說我們所講的初衷 是 因為這個都是一個很大的據點 一個依據 去幫我們去buffer 就是日後我們要面對很多不同的困難 很多的掙扎 因為不一定是順順利利 這樣去transfer到下一個地方 所以中間有很多的挑戰要去破關的時候 那我究竟要為什麼呢 when we know why we know how 所以這個初衷就一定要提起自己搞清楚 就不是旁邊有一個話去疑 有很多是這樣 因為我身邊有些朋友 我認識了幾十年的中學同學 他走 我就跟著一起走 但是重點就是 你知不知道你去那個地方 有沒有什麼醫療啊 交通工具 不知道的 跟朋友去就可以了 很多是這樣的 的而且 也都 有些人聽到 真的聽到 立陶縣 他其實不太知道那個地方是什麼地方 也不是他想去的地方 所以要問回大家 你移民不是說你離開這麼簡單 你去到那個地方都要想一下 好了 除了我們在說移民前的問題 好了 另一件事就是 如果是私鄉病發的話 那怎麼辦 因為這個其實就 我不知道多不多人去想 或者多不多人去談到 其實現在在外國 或者在不同地方 他在面對這個問題 就說 我很想念 那怎麼辦呢 有沒有可以透過視像去問證 或者去看看 去聊聊天 可以不可以的呢 有沒有 你說的問證是說見心理學家 是啊見你 問問可以聊聊天啊 那當然了 我們看現在這個節目 就不用特地去問你 因為如果我有私鄉病的話 那怎麼辦呢 嗯嗯嗯嗯嗯嗯 那其實 私鄉病呢 有些研究呢 看回呢 就是通常 如果我們去之前 對於那個地方 我們有一些的想法 有一些的期望 如果跟我們到步之後 看到的實際狀況 的落差越大 那那個homesake 那個私鄉的情況 可能就會比較嚴重一點 所以防範就會勝於治療 雖然其實都一樣可以 會有homesake which is 正常 但是可能我們在做那個期望的時候 都可以調整合理一些 切實一些 那怎樣去做呢 都要包括 就是剛才你都提過 就是要做回充足的一些資料搜集 那譬如要適合自己的那個 那個盛情 經濟的狀況 去找回哪些地方 可能長遠來說 自己會容易一些 處理到呢 譬如一些皮肺呀 洗肺呀 又或者是哪些地方 可能就是會大小小機會 可以去做回自己 比較在行一些的事情 那些人可能真的 看看 那一區其實 在發展什麼的 那會不會是自己那一帆 是可以有機會 會找到工作多一點 那也有 如果你現在這樣說呢 就是說 新環境那個 或者叫做那個生活質素 我們比較形容一下 去到新環境的生活質素 如果比起舊環境 是差太遠 那當然那個相差的差距 有從心理上的角度去看為主 你想到很好 沒有人告訴你 是好的 這個心理上的差距 或者實際上的差距 真的去到找不到 那如果那個差距越大 那個的思鄉 就是胸式 就越厲害了 是不是這樣說 是的 或者那些適應上面的困難 也都會越大 那這樣東西又引伸到 無論你是認識一個新男朋友 去一個回身工 你一定要找一個更加好的 否則你新男朋友 新工 比起你之前那些差的話 你會有些思想病的問題 那當然 又可不可以跟一些香港 或者跟 我們不一定只是講香港 可能你在加拿大移民去美國都可以的 那跟在地人去多聊天 有沒有幫助 那怎麼都會有幫助 還有就是 將一些香港本身生活上面的元素 看看怎樣在那邊可以維繫 例如 譬如朋友 很實在 可能是怎樣透過一些視頻 可以繼續有些聯絡 又或者可能是 我喝開茶的 我在那個地方 我又會找到 或者可能學定 那可以是 有一點點聯絡 這個也是要去看一下 資料搜集 找或者別人分享 在那裡吃飯 那個感覺回來 所以這裏都是一些準備功夫 但是現在很多人 譬如很多人去某些國家 我們都免得特別講 因為太多 去某些國家 那如果這麼多朋友去了那些國家的話 那你說 如果是思鄉的話 就跟香港這邊的做一些 Facetime 視頻 聊聊天 如果每個人的朋友都過去的話 那反而都不用這麼掛著香港 直接是約一群朋友出來打四圈 那已經可以了 是不是 其實現在都有很多這些情況 在身邊發生 就是有很多 過了去 然後那些小朋友又差不多大 那些 他們就在那邊又會約 經常都會約出來見面 我想在早期的時間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 過度的幫忙 大家可以一起分享 找到的一些資源 分享到一些新建立的一些社交網絡 或者是學校的資訊 那小朋友又有一些buddies 大家一起 就是一個盤 一起去探索一下一些新環境 那在那個初期 去適應的階段來說 這種同聲同氣 是一個陌生的地方 都可以是一種安全感 對的 又是那句 大家不一定是男女朋友 新公司 有個舊同事去了那個地方 那所謂的 就是有一個照應 是的 除了這個私鄉病之外 對於小朋友 或者青少年的子女來講 出發前的家人的家長 又有什麼要注意呢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環 因為有時候自己一些個案裏面 他們都提到最近 講起移民的話 就是和家裡的小朋友 可能會有一些tension 一些張力 壓力 還有那個中間 他們怎麼去溝通呢 小朋友他們的一些擔憂 是不是真的可以理解得到呢 這個就是要去 有些時間去做那個心理準備 那譬如有一些 我想就是 一些說話可能要小心的 是的 那譬如可能我們會 家長可能很想 小朋友可以盡快適應 又或者是安到小朋友的心 至於自己又可以安心 我們很快會說 過到去很快就會適應的了 沒有問題 你這麼小時候很容易適應的 或者是去到那邊 可能我們呢 我們呢 多一些東西玩啊 認識到新朋友啊 就沒有問題的了 這樣 那可能呢 有時候會很快 想用這些說話呢 令到個小朋友是安心安定 甚至有些可能是覺得 他太小時候未必懂事的 於是呢 就這樣說了他就算了 騙鬼他 就是沒有一個空間呢 去大家真的去談 因為小朋友可能覺得 其實你未必會明白我 變成了可能 我都未必講到出來 還有如果他去到 真的遇到一些適應的困難的時候 更加不敢說 因為爸爸媽媽說 不應該是問題來的 所以這個我們就要 小心去處理的 最好呢 就是真的可以 聽他們講多些 理解了他有些什麼的情緒 有些什麼的擔心 然後呢 再一起去想方法 那另外一樣呢 就是 有時候呢 可能就 猛起上來也好 或者心急起上來的時候 那可能呢 就會回答小朋友 一些問題 就說 我搞那麼多東西都是 就是 都是 我明白你 為你好 或者是 放下那麼多東西 我都是為你將來著想 那樣 那這些也是 就是我們 小心 小心 避免 那樣 那些是一秒扯火的對話 就是無論是 男女朋友 父母 家長 或者是 你老闆也好 身邊所有人 一說這些 搞那麼多東西都是為了你 然後你會 哇 就是會說 多謝 多謝 然後你又說 我什麼時候又叫你搞那麼多東西 什麼時候又叫你搞那麼多東西 去為我呢 那這個呢 其實就是 好像剛才Carmen說的 你不要說某些東西 不應該說 不要說不要說 不應該說某些東西 不應該去 包括說 我做那麼多東西 都是為了你 你想想 我又買車又買樓又買花 都是為了儲你 你不是不嫁給我嗎 那這些呢 就好 是不是會更加大壓力呢 給小朋友聽到 是呀 自己說完之後 都很猛猛的 是很猛猛的 就是我們都不喜歡聽到的說話 所以小朋友聽的時候 可能都會 他們很容易會覺得自己在家裡的父女 好像現在 又要賣樓 又要 這麼多 離售別水 又要放下這麼多東西 跟著有爸媽去到那裡 找不找到工作 或者我跟著在新學校那裡 我會讀成怎樣的 我全部都是很大的責任 所以這些就變成了一些不必要的壓力 會被人欺負 又會害怕 都會對的 其實真的 我聽得太多了 買了一層樓之後 我為了你 接著呢 虧了幾十萬 小朋友就覺得 咦 所有東西 我一個人都背了 但是 我是沒有說要移民的 就是那句 那當然 你剛才說了 對著小朋友 後餐仔 不要 盡量不要 或者不要說某些事 不要做某些事 但是應該要怎樣去處理 我們不要只是說不好 我們說好那邊 應該怎麼做呢 好啊 其實呢 首先講那個 預留的時間 其實比較理想 起碼都有六個月 至少都三個月 千萬不要是很短的時間 三個禮拜 是 因為其實可能 因為太多事情要處理 大人的事情都要搞很多 自己都會容易很崩緊 很大壓力 就沒有機會可以去 address 到小朋友 子女的需要 所以都要有一個時間 去做這些準備 都是好的 還有就是要去 因應那個小朋友 多大 他年紀 他明白到多少 來幫他講解 移民是一件怎樣的事 如果有些是很小的 可能就是小學以下的那些 那可能就是 除了說 可能要借助一些工具 譬如可能是故事書 或者是一些片 或者公仔 幫他們去認識 什麼為之叫移民 小學以下就是 譬如幼稚園 譬如幼稚園 他們可能是要透過這些幫手 容易去理解多一點 整堆恐龍去搬屋 但是只不過 有這個山頭 搬了另一個山頭 那種 是啊 都有趣 變成具體化一些 或者他們眼睛都看到的一些東西 去幫他手 還有就是 很多小朋友 其實他都很需要生活上面 一個 他預知到會發生什麼事 如果打亂了一些東西 其實都很容易會招累 不安 所以可能都幫他講一下 其實跟著去到新地方 會怎樣 學校是怎樣 同學仔大家會怎樣上課 又或者可能是 上學誰照顧 因為很多時候 因為不是在香港的話 有爺爺媽媽公公婆婆 死大長老 或者很多姐姐 他去到那邊 未必有這些陪套 所以跟著會怎樣 都可以講一下給他們知道 形象化一點點 如果去到小學 大一點 他語言的表達能力 也是豐富一點 可以再深入一點幫他們 一起去談移民的事 可以去 剛才都講 不要只是我們自己講 多些去 他有沒有什麼地方 不明白 因為不明白 他發問到的時候 就有機會去談一下 那些問題 可能是要怎樣處理 那些地方讓他們去參與 你去哪些事情 你去哪些事 你去哪些什麼 那些什麼 但其實到最後 原來他是選擇機位 但是 會不會都有幫助 就是在他整個過程中有參與 會的會的 他們的參與令他們覺得這件事是關我的事 給你選個機會 可以在合理的限制下他都可以選擇 他想坐窗位還是走廊位 他想帶什麼物件過去另一個地方 當然他有很多玩具未必可以全部帶 但起碼有一個大小的行李箱可以選擇自己放什麼 千萬不要說怎麼放那麼多無謂的東西 扔掉它 你媽媽的衣服雜誌都還沒放到 你還帶單車 這樣不行 有份參與感令他們都覺得這件事實在一點 不是說我去到這一幕的時候說來啦 我們去哪裡 爸爸 但是不知道的 當然 譬如剛才也說了 要不要讓他去看看新環境 究竟是怎樣呢 透過影片也好 當然最好可以跟他去一次 但疫情就比較難 真的有些影片 其實很多媒體的東西都可以幫到手 像相片一樣 或者如果有一些已經過去那邊的朋友 有些很實際的可以幫到手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對於年輕人 小朋友 他們要跟朋友說再見 或者他們暗戀的女同學說再見 是不是都要給他們一點時間去再見呢 還是交換一下電話號碼 可以每天聊天都可以 看回小朋友意願 都可以鼓勵一下他們 打打他們想不想 不同的形式的再見都是好的 可能有些會開一個派對仔 可以有一個開心的回憶 幫我們要特別要體驗一下 可能他們會來安 MacBook 或者去約定什麼時候 朋友會去談人 В see 大家也而且可以讓他們覺得 對 我和這班人的關係 沒有斷道 對 沒有斷道 我一直都會帶住 這樣 這可以幫到他們的适應 那他們自己慢慢添 gens 都 Hawaii 就像另一件事 好了 我們看完了小朋友 或者看了一些青少年 子女 好了 反過來 我覺得這一個更大件事 就是四大長老 怎樣處理呢 面對家人來說 爸爸媽媽 我是打算帶兒子走 怎樣處理呢 這個又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 因為有一些個案 不是長輩過來 而是他們可能夾在中間 他們可能反映 突然之間兄弟姊妹說要走 然後剩下他們 怎樣去照顧四大長老 這些壓力的問題 所以其實無論是對家庭裏面的哪一個成員 都會有影響 所以尤其是牽涉到四大長老的話 我們都要去預留足夠的時間 去做一個準備 有些個案 一直都不敢說 因為怕說會聞起很多東西 或者傷感 或者自己都帶著很多的情緒 在裏面不敢去正視 所以一直拖著不說 但是去到越是後期才說 那個四大長老的反應是會有多大 更大件事 因為你小朋友都還能夠適應 你突然說 我下個星期就走了 接著就比較難去觸摸 除了這樣 給多些時間之後還有什麼要注意呢 比如四大長老 因為其實他們通常去到人生的階段 尤其是退休了 他們可能已經習慣了就是臭孫 或者其實他們都會依賴了多一些子女的照應 打發時間 什麼都好 或者一些實際的需要 就是看醫生哪個陪我去覆診 所以要去預留一個時間 可以去想一下這些安排可以怎樣算 譬如包括有沒有一些 真的繼續在香港的地方的近親親友 可以幫到一些忙 傾定一下 會多久去探望四大長老 或者是家用是怎樣 這個都是很實際的 就千萬不要去到最後一想情願 想著 哥哥會幫我搞定的 但是對方都要有些計劃的 這個希望可以有足夠的時間去談 可能哥哥跟你說 你這個月和我下個月要走的 那當然了 太極端了 如果同行的話 都想著 爸爸媽媽不是完全不聯絡的 或者是我們過去打電線的 你可以用旅行的身份 半年走來走去都沒有問題的 預訂一間房給你 那這個還要不需要講呢 這個已經是很好的安排了 算是吧 如果譬如我們 你可以再過來旅行的身份過來 就有空又去 你停多久 你自己喜歡回香港就回香港 那是那種 你說是一起會移民的那種 或者叫做 不要叫做一起移民 是 可能是一起移民 第一個個案 第二個個案 就是子女先移民 然後爸爸媽媽用旅行的身份 因為長者的旅行身份 就經常都半年一年都沒有閒 那種走來走去 那又行不行呢 沒有說不行的 最緊要是大家可以溝通到 有一個共識 起碼長者會覺得有一個概念 我會是什麼時候可以見到一下你們 如果可以做到這一步 多一個選擇 那當然都是一件好事 那又或者就算短期裏面 未必可以過到去見面 那可能是約定一下 什麼時候可以在那些視頻 在那些視頻裏做著節 或者是給小朋友 尤其是一些 一直都是熱夜麻麻幫忙照照的那些 其實他們突然之間沒有了那個見面 就會都兩方面都不是那麼好 那所以可能都約定一下 逢星期幾 或者是隔多久一次 那會有這些視頻 那長者都會覺得安心一點點 還有就是他們都實際的 那些需要的支援 譬如是他們什麼時候覆診 誰要賠那些 這些因為長者都很有需要 那這些也都是盡早去想定 甚至可能是有社工跟開的 都去聯繫 讓他們知道 那個接下來的轉變會是什麼 這樣 那當然說完了 這個子女 四大長老 那是不是做了這些事前的心理準備的時候呢 就等於萬無一失 可以安心去移民呢 那這個當然不是的 因為我們做準備都是希望可以去 不要那麼立亂的 但有很多東西可能是 不是可能是 都是真的需要去到那個地方 才會知道有些什麼問題 譬如可能很多我知道 未曾找到工作的 就先過去的 過了去之後 然後那個找工作的過程 其實都有很多的一些未知數 那這些都會構成一些焦慮 那再加上就是去到那裏 去到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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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怎樣的呢 那有些可能是 就是 不是那麼多朋友 去到他選擇 去到那個區 其實很大 外國不是香港 所以這些其實都是有很多的未知數在裏面的 還有就是說 有很多文化上面的東西 可能都是要去到才知道 譬如說 在香港可能你和鄰居不太打交道都可以的 有某一些地方 又好像他的文化 他們的習慣 又好像要做多一點點的 所以這些可能都是要有很多的適應和磨合才行的 還有有一件就是 可能會在一個新的環境 好像有一個壓力 很想很快去和旁邊的人建立關係 很融合他們 有時候有可能會變成很逼自己 要去多一些這樣的聚會 又或者因為怕人拒絕自己 埋不到堆 而有時候有些東西不懂得說不 那麼久而久之 又可能會 又不開心 好像覺得究竟好像沒有了自己 尤其是在一個陌生的地方 所以這些其實很多都要在落地之後 然後是要去適應的東西 你都說得很對 香港真的不用和鄰居打交道 但是適應文化差異 我現在看很多 其實身邊有很多朋友 就叫做移了民 或者不要叫移民 叫移了居 因為始終都沒有入籍 移了居之後 其中一件事情他們很大的落差 或者適應不了 哎呀 垃圾要分類 然後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才來收一次 然後就不知道 找地方去儲垃圾 香港你是沒有想過要找地方儲垃圾 也都香港沒有那些廚餘機 廚餘機變了肥料之後 那怎麼辦呢 那一集的肥料 是不是倒在街邊呢 還是倒在泥裡呢 這些都是文化上的差異 不如這樣吧 今集我們先講移民前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都可以留下一集 我們講移民之後 其實一樣要面對很多 心理上的問題 或者心理上的壓力 那我們今集就和Carmen 先講那麼多 我們留下一集 大家可以留意著 我們下一集會再講這個 如果移民之後 究竟有什麼心理上的事情要處理 或者要面對的 那今集麻煩你Carmen 謝謝 拜拜